出門算什麼 每天最新報 今天的天氣怎麼樣 其實跟昨天非常類似 但是呢 更溫暖了 也就是更熱啦 那全臺各地都可以看到陽光 多雲稻晴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 提醒金門馬祖 這邊呢 今天可能會榮有霧的狀況出現 這是特別要小心的地方 那今天的溫度上如何呢 有熱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我們的衣服要怎麼穿 來 也整理給大家 今天全臺灣中午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可以穿著短袖出門 都是OK 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看溫度 今天北部飆到27度了 很夏天 那中南部呢 更熱了 天啊 南臺灣31度的高溫 花蓮也是27度了 所以真的是短袖穿出門 沒有問題的 但是要注意什麼呢 到了今天晚間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溫度要往下降了 會降到你看只有16度到20度 明天整個天氣上 會有非常大的變化 我們就整理出來告訴各位 明天要變天了 尤其在溫度上面 你看 哇 直直的往下落 你看今天有到27度 這是臺北市的溫度 明天就掉到只剩下22度 掉5度 然後後天再往下降 降到15度了 而且明天天氣是什麼樣 明天是一個最容易下雨的天氣 下半天過後 氣溫還有在雨勢都會越來越多 還可能會有大雷雨喔 全臺各地都有機會 那來到禮拜六的時候 是最冷的一個時間 到時候北部的低溫可是下探 只剩下12度的 但是禮拜六馬上要週末了 要來到清明連續假期了 天氣會一直這樣不好下去嗎 不用擔心 整理給大家了 其實在禮拜六的時候 在上午的時間 雨室就會逐漸緩和下來囉 但是還是偏冷的 最低溫會達到12度 一直到禮拜天清晨的話 可能也是會有12度的 空曠地區的低溫 但是已經開始轉乾 白天的時候不會這麼冷的 溫度開始往上爬 會回溫 各地大概都有20多度以上 然後接下來後面 禮拜一禮拜二 也都是非常舒適溫暖的好天氣 所以基本上清明廉假 外出活動都是滿適合的 只有在禮拜六的上午的天氣 稍微比較不穩定 雨室慢慢就會緩和下來了 所以大家整個外出活動 可以趕快來做安排 都是非常適合的好天氣喔 提供給大家今天更熱了 出門的時候 我們穿輕薄一點了